陳時中他的風頭確實是很賤 比行政院長 感覺上就是在媒體的露出 佔的篇幅等等 確實是強很多 那蘇貞昌本身 他是一個靠選舉起家的人 所以就會覺得就是說 他失去了那個光環 或者就是說他的聲量 輸他內閣裡面的這樣的一個閣員 所以我覺得他心裡面確實是有一點不是滋味 那你知道現在大老闆講話了 那連這個行政院長蘇貞昌都講說 你都沒有跟部裡面討論 沒有跟行政院討論 那到時候出了事自己就沒辦法處理 所以大家就順便踹他一腳 這些人並不是說真的覺得你可造之才很棒 而是所有責任政治是現實的 你就去扛 那現在呢你又要搞出一個新名堂 好像你是共主一樣 那必須要在這時候好像變成神中要再加冕 在上面多畫幾個圈圈 多畫幾道光芒 就沒想到呢 卻把自己跌落神壇 我覺得就是陳時中太高估自己 縱使你在神壇因為疫情的關係 你在神壇 但是呢話說回來 你的上面還有玉皇大帝 所以呢為了這次的一財的事情 馬上蔡英文出來 立刻你這個下面的神 都也必須要聽這個玉皇大帝的這個命令 所以立刻來一個法夾萬 我覺得陳時中這次把自己當做銀針了 他想說試看看自己耐毒性有多強 然後他又前面選了一個他自己認為毒性沒那麼強的議題 就是一財上限 如果說健保議題是劇毒 他大概只是輕量的毒物而已 陳時中連這樣的毒物都承受不起 他現在終於知道他自己沒有多強了 所以我覺得這次陳時中應該有學乖了啦 他應該要回到他是人的本分 他應該不會認為自己是神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跌落的問題 現在直接是把他打回原形 那個東西不是可以陳時中自己想要什麼就做什麼 那當然你在外面在講的時候 也許是出於好意啦 那有時候呢其實是要他見光使啦 那有時候當然你說好意 那也是小英也是用他來 這個所謂的殺殺這個 蘇貞昌的這樣子的威啦 殺他的威 滅一下他的威風啦 但未必是他可以拿來打戰用的 樹大招風嘛 陳時中今天大家會認為就是說 他是這個完全就是一個 沒有任何可以跟他競爭的這樣子的一個態勢 所以呢很多人布局布了很久 或是做了很多很早很久的這樣子的一個準備 然後突然半路殺出了陳咬金的這種狀況呢 當然內心很不適滋味 那在這種狀況呢機會來了 那當然一定是往死裡打啊 所以這沒有再客氣了